其他在那邊 一見到19家屬 台中市長盧秀燕 立刻上前擁抱慰問 沙發帶工廠大火 釀成三死一傷 朝鮮練十多年來 原本都只有老夫妻居住 直到屋主太太上個月 小中風不良於行 歲小的兒子 才特地搬回工廠照顧媽媽 沒想到母子兩雙雙 葬身火場 中秋節的時候才跌倒 行動不便 我們才這邊照顧她 她也在家幫忙 幫爸爸的忙 對 然後她晚上 還要去做別的工作 逃過一節的屋主 育有四女一男五名子女 排行老幼小兒子十分孝順 不但搬回家中 白天幫忙老父親在廠房工作 晚上還立有兼差 郭家小兒子生前 就住在弄通天窟裡面 但是為了照顧中風媽媽 才會搬到廠房裡面 究竟照顧 中風回來再包圍 在醫院回來再修養 在露園 所以她是聽住中風是不是 對對對 她走路是不良於行 沒有 孩子要照顧 她兒子就在旁邊顧她的媽媽 床部就在旁邊 看著家人的遺體從火場中抬出來 外觀已經碳化難以辨識 家屬悲痛萬分 而起火的沙發代工廠 原本沒有合法登記 去政府納拐福島的廠房 去年8月才通過消防安檢 沒想到颱風提一場惡火 奪走三條人命 讓這一家人 再也無法團圓 敬請回家裡是新提出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渡sis 到來